大家好我是Hunbong 本部片來分享一下 是我們異賊餅乾搭配了 劍掌魔法堂的全新版本的席蘭隊伍 這個隊伍以前的寶物配置應該是配密集 這一次是用新的寶物玻璃瓶 那快速來看吧 首先第一個 黑珍珠的果醬寶石是加20 再來席蘭的魔法堂是加30的 劍掌魔法堂是加20的 接著快速來看配料部分 西蘭這邊的話是玩全抗的 重點就是不要把傷抗拉高 然後再來是攻速攻擊跟爆抗 異賊餅乾是玩四攻一冷的方式 總冷卻必須要大於10.3% 才可以兵開場3秒放招 所以10.3以上是很重要的 然後再來蕾絲水母這邊的話就是撐高攻擊跟爆率 變成小水母的時候可以幫全隊回血 那劍掌這邊就是撐高你的攻擊還有冷卻還有額外的爆率也可以 那黑珍珠餅乾就是撐高你的攻擊還有傷抗 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們重點的打法就是要讓劍掌吃復活啊 跟以前西蘭的配置是差不多的 好啦接著就來看一下什麼相關的實戰吧 首先第一個我們這邊是打221的配置 那他這個221的配置可能就是有木乃伊或者是搭配巴斯克 就是兩個前排的可能是去保一個黃金起司之類的東西 好那這個的話是廢男雪吼 好我們第一隊打過了 好來看一下這個相關的結寸畫面 好然後再來第2組 敵方這一邊的話直接亮出來喔 大家看 哇哇哇哇哇哇哇 等一下 直接人不見了 好一樣來看一下 OK 第三場 看不太懂但一樣試試看 木乃伊雪怪跟廢男雪吼 好 也打過了 然後再來打一組這個巴斯克起頭的 這個是巴斯克搭配翼子耶 喔剩下一個 起司 這個快速碾過去 我覺得這一組好像 怎麼講啊 我覺得應該是配料的要求或魔法糖 就是可能如果打起來畫面不一樣的人 可能跟你的心術啊配料之類的東西應該是有關係的 然後再來還有魔法糖跟靈魂果醬喔 特別醬 接著這邊打的是雪怪跟黃金起司的隊伍 敲一下 好有打贏了 這一組好有點暴力 給大家看齁大概就是一個快攻的隊伍啦 接著敵方這一邊是那個木乃伊跟廢男雪吼 那也打個看 這個跟剛剛一樣啦都是那個寶後排的 雙寶牌的效果 欸欸欸欸欸欸 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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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畫面有點微妙耶 有辦法直接打掉一個起司嗎 呃 好像還是有機會翻車齁就給大家來當作參考 就是這個隊伍我們剛剛那樣打 有幾怕是直接過去的對吧 但是他還是有機會翻車 就是一個全新的喜蘭的娛樂隊給大家來當作參考 好啦那有任何想法歡迎留言 那小小的水片就到這邊齁 我是洪鳳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